夸阿姨 刚才这道菜的名字 我一直在想呢 我一直在想这事 是吧 这是太神秘了哈 是啊 你看刚才说的叫红嘴绿鹦 绿鹦 嗯 怎么感觉是有鸟的这个 不会是什么山珠海味吧 嗯 但是我又一想哈 不一定是你想的那山珠海味 肯定是常见的蔬菜 嗯 只不过吧 人家尽管人提我老师改良了吧 是不是 不是啥名菜 就是菠菜 哎呦 哎呦 这个讲讲吧 这红嘴绿鹦 这他记得名啊 嗯 红嘴绿鹦 其实就是杏儿菠菜 啊 这个给这 我给你讲 这给这大胖子吃的 那家超美苦脸的 是不是脸都绿了 哎呀 你这不知道我这个人 过去是 吃完就 无肉不饱 无肉不欢 嗯 就是你这一连都让我吃了好几天素 我说实话挺老实的 那事我真都挺不住了 嗯 当时那个老铁来我家 然后给我做完菜 呆了两天 我说你一天工作那么麻 好不容易来了 要不你跟我一起种种菜 嗯 然后我们俩一起就去进圆子了 嗯 你知道我那时候种菠菜 嗯 铁花老师看到菠菜的第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可是这个种菠菜是种苗啊 还是撒子啊 呦啊 这个这个问题竟然很专业啊 竟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问我的 我提出的问题 其实他问的也没啥 哎呀 真不知道 他不让我问吗 哈哈哈 其实一看呢 鐵花老师 不明白 真没接触过 嗯 所以呢我就是一本正经的给这位 学识渊博的先生上了一堂 课 这个菠菜种植 这个菠菜啊 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 基本上是以秋菠和春菠为主 嗯 一般呢是春季的二至三月份 嗯 这个播种 四至五月份就可以收获了 嗯 像我们北方地区这个气候这个寒冷啊 播种的时间呢 可以适当的提前 啊 而且这个菠菜啊 这个种子是比较硬 它外部很渴 嗯 这个吸收水分它就差 出苗特别的这个缓慢 所以在播种的时候 播种前 一定要用这个木棍敲打 啊 把这个外边这个果皮敲碎了 啊 搓散了去刺 然后呢 把种子浸泡在这个凉水中 12到24个小时 捞出来以后 用湿布包好 在这个室温下催芽 三到五天 露白后就可以播种了 郭先生 好多人意见这个啊 李孟老师 别说您不知道 就是这么麻烦 这么复杂 一般人也不会 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 这我原来也不知道 这是我跟我们那个 一个老邻居 那个我唐叔教的 这个当时我叫老铁去的时候 正是这个菠菜要出苗的时候 它需要煎苗 嗯 我这个 我说这个帕阿姨 能明白啊 这个菠菜出苗的时候 需要间隔苗的这个间隙 结果我这边我刚刚弄了一半 那停了 是那边人家完事了 哇 我过去一看 各自活干的 太棒了 哪叫菠菜 什么叫野草啊 一点没剩 全给我弄下来了 一点没留 我说刚才你问我啊 这种菠菜是种苗 还啥子 我说他怎么这么问呢 这事真不是你干的 我跟你说 你干不了这了 嗯 你确实冤博是冤博 但这点你不行 哈哈哈哈 这个事是这样 首先呢 呃 我确实没干过农活 嗯 没亲自动过手 嗯 但是呢 你也没告诉我哪个是草 嗯 哪个是苗啊 尤其是那个草啊 在刚播种春天的时候啊 那苗花草都刚出营业 嗯 分辨不出来 看不出来什么 是不是 你让我去 去刺蜂地的时候 我就以为 你让我把地给你捋平了